第十條,繼續都是Ecosystem的題目 看看中文版 這次我們看到有兩種生物,一種是X和Y 你見到分開住和一起住,對於Y來說是完全沒有影響 X的Number of individuals,個體數量是多了 換句話,對於X來說有好處,對Y來說沒有吃虧 如果要選擇的話就會選擇D,遍離共生